非常低调啦 因为你说事件的严重性 这件挂错国旗 出错国旗事件 肯定比播错国歌严重啦 第一件事在南韩 播错国歌这件事 人家已经解释了给你听是一个实习生 他不小心在Google自己搜索 因为在Google自己搜索 因为你那个队没给歌给他 就以为打香港哥哥就出这首 后来把事件拉到Google那里 但是人家已经跟你说这个是疏忽 但是乌克兰这件事就绝对不是疏忽 他有意为之的 有意为之的 特意弄一支黑旗啊 那支黑旗很明显很明显是 是一个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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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2019年 就是曾经 七月一又冲过立法会 占立法会那时挂过这支旗的嘛 拿过这支旗进去香港立法会的嘛 是吧 大家有印象 是吧 就是这件事 绝对严重过那个播错国歌 播错国歌很多是人迷的疏忽 人迷的疏忽 有这个原因在里面 甚至有人是故意这样摄一摄下去 就是知道你跳脚就刺激你了 就是很多人喜欢这样玩的嘛 就是 比如说 Lucy 你让人知道 如果是搞到这件事 你会很生气的 你会发疯的 那有些很无聊的人是故意的 你会发疯的 很多人是这样的啊 就是这个是什么心理变态啊 但是乌克兰这件事绝对不是心理变态 它是有意为之的 就是所以事件是其实真的 我觉得是绝对严重过播错国歌的 甚至是Google 就是不肯将这个Google 从搜索的手里跌下来 其实你要它跌下来很简单的嘛 你要将严重跟着邮局排上去的 你做广告就可以了 就是觉得人家在商言商 好像业劉那些 又说要传召香港的营业代表 那是做广告的 你关他什么事 他没有评论 不关他事 还有你这帮人 请你了解一下Google的运作是怎么样 一群白痴的 就这样吵 丢了爪 又告诉别人 我很爱国 我很爱国 现在这件事 你该你来表演的时候 每个都脱了 我没有见过那个 康家华 叶柳 何君尧 梁美芬 这些较早前 因为Google 播错国那件事 每个都跳出来 又说要传召 又说要拉 又说要锁 个个很凶狠的 为什么现在不出声 死了 是不是死了 这帮人 刚才我提过那几个 断了气没有 啊 这么严重的 啊 直接是侮辱香港 大家有没有印象 唐英杰 这个什么铁骑士 英之黑旗 写着8个字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那判了9年 乌克兰 现在国防部长 这样出雷面旗 应该判他什么 终身监禁 起码 欧记做什么 不过去乌克兰 拉人 啊 国安单位 那些警察 做什么不过去乌克兰 拉人 拉扎连斯基 啊 现在扎连斯基 说我们在天空的时候 劫他过来中国大陆 你没用这么好 空中骑劫他 那你过去 趁一扎连斯基 过来香港受审 说你怎么管一条子 啊 侮辱香港 你对不住香港七百万人 你应该这样的嘛 你们爱国嘛 啊 做什么 一个商业机构 又说 畜以为之啊 又怎么怎么怎么 不接受咯 说得好 哇 调口很高的 现在这件事 直接是羞辱你特区政府 啊 啊 十一哥 啊 啊 汤十一 汤家驊 喂 违反国旗法 摆明啊 现在是 喂 你是作为大律师了 即是你既然想争取 律政司司长 有些表演啊 你就一个人飞过去 喂 汤家驊 我提提醒你啊 喂 乌克兰的小妹妹呢 不错的 那个地区小妹妹 16岁以下的那些 那些 真的有百分之一的 那些样子又漂亮了 不错的 就是你 真是很受欢迎啊 是不是啊 就是我觉得 那些人 那些人 一口口声声 向外国 你这个原则在哪里呢 那 虽然这件事 我说实话 李家超这件事做得对 一下 他就说 把这件事交给这个外交部 駐香港特派工处去处理 对的 绝对正确 但是为什么 韩国播错各国那件事 你要恶行恶相得这么离谱呢 你是不是应该要跟南韩 韩国 不是南韩 大韩文国 我说 私底下也好 正式也好 跟人说一声对不住呢 这个是影响韩港关系的 可大可小的 就是你现在很老实说 看人家离合 就是人家乌克兰打仗 有枪有炮 有这个标枪飞弹 有刺针飞弹 你就劣了 你就不敢去争取 你自己手头上的所谓的国家尊严 不是吧 既然唐英杰那八个字 你可以判九年 我现在出错国旗 起码终身监禁 不打去把握 就算是 宽大处理了 是不是 就是我这样 很离谱的 这群人 这群人很离谱 就是欺善怕恶 就是其实老实说 今时今日中国的外交形势 就是说 好心你这群人 就不要为国家添烦添乱 就不要为国家添烦添乱 由这个播错国歌这件事 因为根本是 你看回当日 大家记回当日 毛铃这个外交部发言 他都说我知道发生这件事 怎么知道 接着人家 close viral 是你这群人 一直这样追追追追追追追 追完了 现在 乌克兰这件事 现在事发了四十多个小时 去了哪里 喂 喂 这群外国人士 突然间断了气 好像 蛤 要不要扎个花圈给他们 要不要我们出了 昨天讲过 喂 做什么事 麻烦一些新闻记者 看到他们 追问回去 喂 你Google那件事 这样排这些什么样 你又我赢过照 又说要传照 为什么叶楼不传照 扎尼斯基过来香港接受审讯 或者传照乌克兰国防部长过来 蛤 你做这些事嘛 喂 国安法是全球 全球適用的喔 这件事明显违反香港 香港国安法的喔 为什么你 你不去追究呢 是不是香港 香港 人家这样羞辱香港 你觉得没有这样的事呢 是不是对面自干 这么贤格呢 就是这个乌克兰呢 真是很厉害的 我觉得真是很厉害的 我觉得真是不厉害的 就是完全没有香港 不将香港 香港的 真是红底白白色的 真是很伤害香港 700万香港人的爱国心 爱港爱国心 这样一巴两巴 还有这个很明显是蓄意的 不是没有心的 我觉得不是没有心的 还有大家要提起一件事喔 现在打网络上面 打的图片 一样是Google 你打香港的 拘棋 是不是出支黑色棋喔 分分钟出支黑色棋 那你不就透痕 其他好像 烏克兰那样 敢借香港 又弄支黑棋出来 那就暈倒 又没得改喔 如果国家没得改 没有理由 拘棋可以改 是不是 照常理的推测 就是海外那班人 分分钟 因为Google 你搜查一下多 它就会排顶 折顶的嘛 那你知道海外那些 亡我知心不死 反華反港势力 分分钟很无聊 去打打打打 哎呀死了 有些人 那些外国政府 不知道什么单位 体育机构 咦 哪知道香港区 香港区旗 一打打香港区旗 香港区旗 原来这支黑色那支 黑色 香港全世界很多 很多国家的国旗 有黑色的 尤其是回教 回教国家 黑色在回教国家里面 是一种尊贵的 你看看美斯那件 箭袍啊 前几天 国王亲自 委 加薪那件 都是黑色的 是不是 分分钟 是这样的 大家 有没有留意啊 如果Google 又是这样出这件事 那你又怎样呢 业劉 是不是又要趁他那个 CFO 或者那个广告代表 上来立法会 言讯呢 甚至像湯家驊说 我们停用Google 不准用香港人用Google 是不是 会不会发展到这样 那你猜对整个中国 这一大盘旗 是件好事还是坏事呢 你猜 就是当这帮外国人士 去做这些外国行动 外国想法的时候 就麻烦你一时同日 那些新闻 前线新闻工作者 麻烦你见到 这些这样的尊贵议员呢 曾经在这个国歌 国歌事件上面 恶仪恶上 喊打喊杀那些人 刚才我点了出来 这些人 就麻烦你 见到他们 问他们 怎么看烏克兰这件事 应该怎么处置 看下这些人的双重基准去到哪里 我当然希望从一而而而 可能这样做 不对的 应该我们责成 OK啊 去乎克兰 抓人 引渡他们回香港 审栏 你够僵你这样做 我就说你聰明了 真爱国了 如果不是呢 你就久留 好吗 就是 很离谱 很离谱 就是 就是两条路 现在走到这样 就是既然外交部出了声 敦促 乌克兰去遵守 一个中国原则 那人家 一个中国原则 当日除了有只黑旗 还有一只青天白 日本地雄旗 一个中国原则 就是人家 人家也很容易博到你的 一个中国 是啊 那支不是台湾期来的 就是香港的传媒 麻烦你搞清楚 那支是中华民国国期 中华民国是1912年元旦成立的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1941年 那谁先谁后呢 请问 想都想到 如果是一个中国 咦 那好像是那个 那怎么呢 那别人大大声跟你说 我们一直搜一个中国 那我们看回历史 看Google 看维基解密 看维基百科 就看到 咦 啊 ROC在1912年成立 你PR PRC在1949年成立 一个中国应该是前些那个 是不是 那些人不会这么想的 就是 有时候这些事情呢 就 玩外国呢 就不要玩得那么极端 就是 我不是说过一个笑话呢 就说 曾几何时我们带一个香港 某个高官 曾经做过保安局长 这个秘书呢 去毛泽东的家乡 是邵山 就是玉玛到呢 就是那个女人呢 基本上几乎 在邵山上面那些狗 那些屎都是香的 几乎讲这些话 是很噁心的 很噁心的 就是我 就是 没有办法令到这些香港 港英的漁業 这些不了解近代史 也不了解共产党这些人 但是他一直想升官 就是那些什么丑态呢 我见过 就是所谓不知所为的 这些人根本是不懂 完全不懂 不懂 不懂这些东西 因为他们没有读过 也都不了解 嗯 李家超其实 对这件事的态度呢 似乎都和之前是不是有些不同呢? 完全不同啦 这件事外交事务 大区政府已经与外交部 住港大牌公署沟通 事件会从外交图件去处理 就是说回这个话题 我看到有些观众就问 蛇哥 你可不可以说一下 特首超 上京后 可否有些所谓的什么喜信 大臂香港 那现在大家都知道 现在你家超 到了北京 他下午一点点才到了 喜信就一定有了 Lucy 我告诉你喜信是什么呢? 就说中港职商通关 中港职商通关 这个是大喜信来的 三年没见过自己 是是是是是 是是是 黄培嶺 二奶 不知道现在有几个儿子呢? 你回去呢 可能你走的时候呢 就二奶一个 现在回去呢 可能三年到两 刚刚多了 多两个小孩 哥出来 那个二奶还跟你说 哎呀 你可不开心啊? 我们没见过三年呢? 现在多了两个儿子了 可不开心呢? 大喜信啊 是吗? 第一件事 中港通关在职 必然不会通关 因为大陆现在 也没有理由再封关了 因为它已经全面解封了 不再封了 它没有理由 藉口没有理由再封 而且香港已经在做准备 在路上 重新操作一些机器 就是一些清潔人员 开始去打掃玩 鸡毛嫂 拍掣了灰尘 你知道吗? 通关 第一件事呢 大家有几件事要注意 其中一件事是什么呢? 不要在免稅店买烟 大家想一下 在免稅店的烟呢 是擠了三年 真的很多人都发霉了 不要贪便 你都不可以在免稅店买烟 你一定买烟 一定看一看包装 哪一年出厂的 烟呢 施古里的烟仔 保质期基本上是两年而已 两年而已 就是你说那些 糖尿 雪茄那些东西 时间长一些 但是它在干湿里 我不信它 这两三年呢 在武侠的情况之下 它还会开那个 恒温恒湿的那个柜 那个柜 就是要浪费电的嘛 那它不开那个柜 即是表示什么呢? 那些雪茄就发霉了 那些烟烟不是会发霉 对不对? 那些发霉的烟丝是可以处理的 但是非常麻烦 那请问你买来做什么呢? 也都不要贪便宜 走啊 不怕啊 因为塞实了嘛 走劑了三年呢 还好喝啊 理论上更贵一些 如果你懂劑的话 就是大家要小心一下 我不知道面稅店 会不会同时开 应该会开的 就是穿梭的来往 这个对某些人来说是一个喜讯 但是我提醒大家 在今天北京的疫情爆到九彩的情况之下 这个无可避免会催落广州 催落深圳 听说深圳现在非常之缺 Paniton 退消药 一旦两地通关的话 深圳居民呢 极有可能冲到香港去买东西 以前是买奶粉 现在呢 就一定去买Paniton 买退消药 必然会买 所以说香港的家庭 你如果家里没有一两牌 退消药 未必一定是散地痛的 什么洛顺钢毛铃啊 幸福双风素 都有Persumator 一样有 有这种成份的药丸就OK的了 还有有时候呢 你去到政府医院啊 去诊所啊 去看医生啊 你说哪里痛哪里痛 基本上都会给Paniton 给你的 Wire a Proofen 有这两个成份的话呢 你只要有两三牌在家里的话 就够了 不用特地 就是数十多牌 没需要 没需要 但是呢 趁现在还没开关 真的快点 买好一些防疫物品 酒精啊 口罩啊 因为 以大陆现在这样 无序的开放 没有秩序式的开放 大陆是海啸式爆发呢 在所难免 待会我们会讲到 在所难免的 而这件事呢 就一定会传回到香港的 就是一个年后呢 我估计就是一个年后 很多人说 有些专家说一月份的时候 会去到高点 我觉得不是 是过元年 一月二十多日过年 过元年 大概二月初 那些人在乡下回到城市 那时候会大爆 那时候会大爆 香港是无可避免 一定会爆 一定会 啊 不会传来香港 想都不要这么想 一定会传来香港 所以那些 口罩啊 防疫那些东西 药物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大家准备好 大家必须要准备好 就是有打針那些呢 都是可以感染到的 但是听医生说 不会有重症啊 怎么知道 那你就唯有想的 选择是吧 但是个人有卫生 和公共场合 而非必要 就不要去那么多了 就是那个 就是时日无多 剩下来的时间无多 大家真的要做很充足的 的准备 因为李家超这次上去 就是大家猜到 最主要是谈两件事 通关 我刚刚刚说了 第二件事就是 那个所谓黎智英 那个请律师 那个所谓中英人大释法的问题 就是这件事 我觉得人大未必 让他去释法 因为以大陆的观念 就是 我法律 那些法官已经控制住在手 你还怕就请什么律师 就算在第二代 天王星邀请了个律师 你这个法官判那个 已经握在你的手 你还怕什么呢 就是可能上面的官 李家超 你不是傻的 那个关系的人物 已经握在你的手 你怕他 请什么律师 你懵懵的 这个法官不肯听你这样去判的 就是换个法官就可以了 就这么简单 换一个听话的法官就可以了 你能够掌控到个法官就可以了 或者有痛脚 你拿着手的 那些法官就可以了 是不是 简单很多 好 好过你一识法 哇 全世界都知道 哇 你还有法律在香港 输打赢要 影响多深啊 因为香港现在还有利用价值 可能在阿爺的心中 还要帮阿爺去换水的嘛 怎么可以给这些伙子搞换这些水呢 你外国还外国 我指你外国 你表演完了 现在阿爺要找水 要夹水 就麻烦你这些伙子生性点 你扮演梅香 你扮演将军就将军 你扮演小姐就小姐 你坐桥就坐桥 六国大风上 查撑督撑 开罗 这样的嘛 要做旺个场 大家以后是 買定离手这样的嘛 哎 你又不是啊 这个捉那个捉那个捉 干什么人进来这个床捉钱啊 是不是啊 就是聪明一点啊 学人做官 就是常常都说 这些伙子 目目成成的而已 所以我会觉得 识法这件事呢 乘数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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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的思维就是 局官你拿着他在手 你还怕你请哪个律师 这个关键的问题 他已经捏住了 是吧 只不过这班的 就是学艺不精的这班 这班官 就是看不透那些问题 他身边又没有那些人呢 就是提醒他 或者他不听人的劝 哎呀 我做了几十年港官 这些应该是怎样的问题 这些应该请上面的 自己不要上身 怎麽麽麽麽麽 结果这些东西呢 你如果这样跟上面说呢 昨天一定会骂到你狗菜 我整个香港给你拿着 你什麽都要问我 我需要找你做 啊 找垃圾佬做也可以啦 找牛头角顺嫂做也可以啦 你如果收放 你应该怎样扯 扯着这条鞭 是你自己作主的嘛 你什麽都要交给我 我去决定的 有获就我揉的 那你不是很舒服 那我什麽要找你做 找四个哥哥做也可以啦 是不是 肯定做得给他好了 这班人是傻傻的 好了 基本上就是这样 那小哥在这个疫情方面呢